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新结构经济学整个理论体系 这个是我们大家全部过了一遍 从基门的中心思想十大原理 到我们介绍了多少个领域 各个领域 我们基本上是重构了一遍 现代主要经济学的这些领域里面 我们把结构的视角全部引进来以后 会有哪些新的不一样的看法 包括一些新的政策主张 然后也跟大家介绍了大量的 现实世界的这些真实的案例 并且我们基本上在前面这些章节讲的时候 我也最后跟大家归结到一些实践方面 对不对 比如说金融 我们该怎么去根据自由金融结构这种原理 怎么去做解读国家的 甚至相应的地方的这些实践 对不对 各个领域 我们实际上都已经接触过了 接触过 那这一讲的话 主要是跟大家讨论 我们把这些新结构的原理 应用到现实世界 解决一些具体的问题 对吧 然后秉承新结构 就讲到这种支撑一体的这种哲学 大家要时刻记住 这个认识世界 我们有很多种这个观念 对不对 很多种理论 我们讲 只要理论上讲 只要有一种理论存在 那就必然会有多少 无数种理论 对不对 模型也是这个样子 你有一个模型 解释一个世界 对应的其他很多模型 竞争性的模型 所以从这个社会科学的角度来讲的话 自然科学就很简单了 你做实验室里面去看 实验结果 对不对 能不能够预测你的这个语论预测 很简单 那社会科学来讲的话 我们讲认识世界 看上去 这些传统的很多理论 都头头是道 对吧 模具上都比较自强的 但是它能不能够真正帮助人们 我们讲改造好世界 只有那些真正帮助人们 改造好世界的那些理论了 才是真正能够认识世界的理论 这一讲的话 主要是讲应用 我们就要看看这些应用研究 对不对 跟前面这些基础研究 我们讲应用研究 尤其是与这个政策相关的 那就是跟我们大陆回讲的 也是最近国家特别提倡的 这个智库研究 这个智库实践有什么关系 对吧 有什么关系 然后介绍一些重点 介绍一下性结构经济学 这些应用 这些工具 对吧 应用工具 然后再要介绍一下 这些应用的场景 主要这个是应用的场景 不仅仅是应用的案例 应用的一些场景 对吧 应用的一些场景 主要是介绍 在国别层面上 在地区层面上面 还有那些微观的 系列层面上的 应用的一些场景 那具体领域的一些应用 前面我不是说 每一讲 我们都有所设例 对不对 每一讲都有所设例 比如金融领域的 这个金融的 这个工具设计 结构性改革 那些报告 我们群里面也有 对吧 那我们这个 教育方方面面的 每个领域的 我就不详细介绍 那主要是介绍 这几个应用的场景 介绍这几个应用的场景 那这一讲呢 学习了难点 跟重点的话 这个 和注意事项 注意事项 这一讲的话 这个看上去 我们讲很简单 对吧 看上去很简单 这是一些实践应用吧 实践应用 但是实际要把握好 这个是非常 我个人认为 这个难度是非常高的 难度是非常高的 你只有真正的 这个学懂了 学融会贯通了 是不是 你不用说 实践应用 你能够把现象 透过现象看本质 是不是 也就是你的功力 能够看清楚 背后的这个道理 我们讲外行 什么看热闹 对吧 内行看门道 你要真正的这个 这个这个融会贯通 把所有的学代系 知识融会贯通起来 这个实际上 都是非常非常的 这个这个难度 很有难度的 对吧 更何况 那你要应用到 现实世界中去 那你的应用到 那个场景的一些特殊性 你也必须有所了解 对吧 所以这就是 这个 这就是要应用的话 我们讲就是要什么 一般性 给特殊性 要结合起来 要结合起来 对吧 要结合起来 这里面可以看看 我们那个毛主席的 那个叫什么 试验论 我建议大家可以去看看 那里面的讲得非常棒 怎么把马克思的 基本的那些原理 跟那些具体的应用 场景结合起来 搞革命 那实际上是非常精彩的 包括小平的那些著作 怎么来搞建设 那些具体的一般原理 跟具体的应用 我们讲马克思的 这个历史维吾主主义 变成法 活着灵魂 在应用这个上面上 那就是具体问题 具体分析 具体问题 具体分析 在矛盾这种普遍性原理下面 你怎么分析它的特殊性 并为找到这种 抓到抓 并且还要抓主要的矛盾 解决这种矛盾的 正确的方法 所以你要根据 不同的问题 情况不同 采取的措施也就不同 不能一概而论 不能一概而论 然后呢 那我们按照之前 那些传统的理论 那很简单 是不是 我基本上就可以 头头是头 跟你说一大堆 我都不知道你长啥样 我都跟你说出来 对不对 一二三四五六 你方向不好吗 你制度的原因 对不对 你前面那些理论 我们都可以按照内容来说 对不对 那我们讲 在事实上不是这个样子的 对吧 不是这个样子 所以说 大家要 其实要掌握这个的话 其实上是难度非常高的 难度非常高的 同时要注意的话 就是说 要注意什么 我这个正当课 对吧 傅老师给你们讲了太多 也吹得天花乱坠 你们时刻要有一个 警惕怀疑的心 对吧 传统的理论我们批了很多 也跟你们讲了很多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 对吧 所有的理论都是什么盲人摸象 对吧 都是盲人摸象 所以你们要时刻这个 这个要记住 我们讲这个要秉称一个什么 事件是简单真理的唯一的标准 对吧 最后我们说 为什么新结构经济要提倡 这个支撑一体 要以成正知 对吧 现在我们认识的那些知识 有可能很多东西 也没有对这个世界的本来面目 也没有一个充分的认识 或者一个准确全面的认识 所以我们随着研究的深入 实践的深入 随着你们个人的理解的深入 你们掌握这些知识的时候 也要学会洋气 对吧 学会洋气 这个 所以说 也像我们这样 孔老夫子讲的 对吧 时刻时刻你再想一想 反省反省 对吧 想想 这个有没有道理 要去想一想 我们讲 这个 反省的思路的话 之前我们讲方法论的时候 跟大家讲的就两条 一个讲什么 这个理论 它内部的逻辑是不是自强的 对吧 这个不是最根本的 最根本的就是要跟实践 这个现实 现实是不是一致的 这个是最关键的 最关键的 那这个 主要的话 就是介绍这些内容 主要的就是这个 心结工具 你要应用 这种应用的两个方面 一个是应用工具 这个应用的工具 二个是应用的一些场景 跟大家做一个 这个概括科学的介绍 概括科学的介绍 那最关键的了 当时前面这个 对吧 信杰克金学提上的这种 新的学风 支撑一点的新学风 啊 谢谢大家